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带来以哈战士的最新消息 1. 内塔尼亚湖,加沙的战争将是漫长而艰苦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宣布 以色列军队已经发动了加沙战争的第二阶段 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展开地面行动 并誓言摧毁地面和地下的敌人 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 内塔尼亚湖10月28日在特拉维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随着更多乙军部队进入加沙地带 现在已经进入战争的第二阶段 乙军目标明确 要摧毁哈马斯的执政和军事能力 并将人质带回家 他表明加沙地带的战争将是漫长而艰苦的 但以色列最终会取得胜利 我们已做好准备 内塔尼亚湖也在讲话中再次呼吁巴勒斯坦平民 从加沙地带北部撤离 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内塔尼亚湖还在讲话中表示 在加沙战争中打败哈马斯 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生存挑战 但这也关乎整个西方文明 内塔尼亚湖再次指责伊朗 他说 我认为哈马斯90%的军事预算来自伊朗 伊朗不会资助哈马斯 还组织并指导哈马斯 不过他也坦言 目前还不能说伊朗在特定时刻参与了哈马斯 对以袭击的具体行动和策划 内塔尼亚湖说 对于哈马斯的战争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 目标是摧毁该组织的武装派别和政府 并将在加沙被扣押的人质送回家 我们英勇的战士有一个目标 消灭这个敌人并确保我们国家的存在 再也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现在就是现在 内塔尼亚湖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内塔尼亚湖还证实 他与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进行了交谈 并向他们发誓 他将用尽一切的选择来归还他们的亲人 以色列官员称哈马斯10月7日越境突袭以色列 造成1400人死亡 并从以色列绑走了200多名人质 以军随后展开反击 持续轰炸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以色列说 约有230名人质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地带 其中数十人是外国人或双重国籍者 希望以色列早日营救出人质 并赢得对哈马斯的战争 推付加沙的和平 2.红十字会主席说 加沙的人道局势是灾难性的失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 立即缓和加沙的敌对行动 并提供人道主援助 在大规模轰炸中 加沙的平民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 这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由于军事围困到位 目前也不可能做出足够的人道主义反应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 世界绝不能容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米里亚纳斯波利亚里奇 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说 斯波利亚里奇补充说 当务之急必须是通过确保加沙 恢复医疗服务水和电来挽救生命 斯波利亚里奇表示 根据国际人道法 各方有义务在任何时候 都是平民免受军事行动的影响 区分平民和军事目标 绝不使用人体盾牌 来防止军事目标受到攻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呼吁 立即释放所有人质 并重申该组织先前提出的 为未来任何释放人质行动 提供便利的提议 加沙巴勒斯坦平民是很惨 但如果哈马斯没有发起 阿克萨洪水行动 屠杀1400名以色列人挑起战争 他们又怎会遭受这无望之灾 好的对比就是这次约旦河西案 法达赫治下的巴勒斯坦人 好端端的一点问题没有 恐怖组织不出 加沙永无宁日 三哈马斯表态换求 哈马斯本周早些时候说 将近50名人质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 另据加沙的卫生部门29日报告 本轮冲突至今已造成超过8000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 报道称 内塔尼亚湖星期六早些时候会见了人质家属 他指出 即使在地面进攻期间 也仍会继续的为确保人质获释 而进行接触 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 可能有助于将人质带回家 另一方面 哈马斯则表态称 如果以色列释放所有被其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 哈马斯准备释放10月7日以来被绑了人质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西瓦尔说 哈马斯随时准备立即交换人质 他在哈马斯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准备立即完成人质交换 以释放犹太富国主义敌人监狱中的所有的囚犯 换取抵抗组织哈马斯手中的所有人质 这是自10月7日以来 哈马斯首次表明换球的立场 打他就怂了 只是现在这条件还不够有诚意 恐怖分子还是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最新媒体消息说 目前位于加沙地带 哈马斯赖以藏身的大部分的隧道网络 已被已军摧毁 那些曾经庇护哈马斯的隧道网络 现已成为了死亡隧道 变成哈马斯的活棺材 以色列目前表示 在10月13日夜间的大规模轰炸中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大部分的隧道网络已被摧毁 据悉当天夜间 以色列陆海空三军向加沙北部和东部发射了1000多枚炸弹和炮弹 其中可能就有钻地带 在谈及加沙地道网络时 以色列媒体介绍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轨迹 目的是让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派别 在已军轰炸该地区之前 将其战斗人员转入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系统 然后通过大规模的轰炸将其一举消灭 在这些隧道中 有些竟然深入到了以色列境内 哈马斯武装人员凭此 向以色列民众发动突然袭击 以色列军方长期以来 一直试图摧毁哈马斯藏身的地道网络 据介绍 这些地下隧道是哈马斯等组织 在控制加沙地带后建造的 哈马斯的第一条隧道建于2007年 位于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 旨在走私消费品 躲避以色列查封之后 又扩大地道网络 将其用于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其中在2014年 与以色列大规模冲突中 隧道就是哈马斯 最有效的护身工具之一 该组织的武装分子 利用他们来运送武器 并直接进入以色列境内 伏击以军士兵和民众 然后再通过地下通道返回加沙 来去自由 2014年7月 哈马斯利用地道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当时13名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通过走地道 在以色列一个农场附近 突然出现令人惊叹 利用说法称 加沙地带早在2002年 就存在一些基本的隧道网络 2014年其中一个地道就曾被用来 对一个乙军前哨发动炸弹攻击 当年的12月又发生了第二起 针对乙军前哨的地道炸弹袭击 造成5名乙军士兵死亡 哈马斯武装的第一次跨境袭击 发生在2006年 当时该组织绑架了乙军士兵 吉拉德沙里特将其扣押了5年多 到2013年哈马斯的地道 已经明确的从埃及边境转向以色列 仅在以色列与加沙交接的边境地面上 至少就三条隧道 其中两条隧道还装满了炸药 经过扩建 现在这个地下隧道网络 在加沙地带有多个分支 可以直达汉尤尼斯 贾巴利亚和沙提难民营等地 包括延伸到以色列境内 哈马斯及其他的巴勒斯坦武装派别 利用这个地道网络 隐藏火箭弹和其他弹药 藏匿武装人员还包括一些人质 同时联动协调各组织的行动 择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这些地道都是用混凝土加固的 能够抵御一般的空气 流出的视频显示 由于隧道高度较低 造成环境拥挤 隧道内的武装人员行走时 都无法站直 乙军于2014年7月发起 为期7个星期的互认行动 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摧毁哈马斯的隧道网络 2018年 乙军宣布发现并摧毁了 哈马斯索瓦的最长和最深的隧道 几天后 乙军就用材料将其填平 使其无法使用 此后 以色列方面 还沿加沙地带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混凝土墙 高约8米 配备了探测隧道的挖掘的运动传感器 以阻止哈马斯等武装分子通过隧道攻击以色列 该项目于2017年年中开始施工 目前已经完工 在2021年的冲突中 针对动不动就当地属的哈马斯 乙军将摧毁加沙地带庞大的隧道网络 作为一个战术目标 对此 乙军还设立了专门的地下作战部门 利用先进技术 探测哈马斯的隧道 乙军彼时表示 曾出动160架战机 轰炸了加沙北部 拜特拉西亚周围150多个地下目标 近几日的战报说 在乙军使用2000磅的巨型钻地弹 对哈马斯等武装分子 藏身的加沙地道网络进行了轰炸 在炸死大批哈马斯成员的同时 乙将这个地道网络的大部分摧毁 随着乙军在加沙地区行动展开 哈马斯等武装分子 赖以藏身的地下隧道网络 也将跟哈马斯一样被消灭